今天為了你 我們特別請到權威 你怎麼回事 你是夜尿跟平尿 你半夜請來兩到三次 對 因為我也喝水 也喝得蠻多的 睡前我也會喝水 那可能是因為年紀大了 因為男人特有的 男人特有的東西 社戶縣 我看過報導 就是說 只要超過 好像是45歲以上 就會開始游了 以前還沒什麼感覺 然後最近 以前一覺到天亮 現在是 睡不到兩個小時 就好起來上廁所 多的時候是兩到三次 權威要再次提醒 真的要小心血尿 來 步驟我們先講 王正宏大哥剛剛講 他一個晚上起來三次 他是什麼樣的情況 我想 這個一個男人 到了大概40歲以後 剛剛我們王大哥特別講 45歲開始 他有這種感覺 大概40歲以後 我們的男性荷爾蒙 會慢慢的下來 那就是像女性的 停經期一樣 男生是沒有停經期的問題 女生是有停經期的問題 但是男生呢 他的停經期是因為他 男性荷爾蒙下來的時候 就會產生這些病變 包括 攝護腺肥大 大概我們40歲以上 就慢慢有攝護腺肥大的症狀 這個個案是65歲的媽媽 他就是貧尿跟小便疼痛就醫 結果發現 他有血尿 後來查證之後 這個叫做 輸尿管癌 手術切除 單側的腎臟 跟輸尿管 他的健康 還算良好 所以血尿 絕對不能夠輕忽 是的 因為血尿大概有五個原因 第一個呢 是尿路感染 第二個呢 是結石 第三個呢 就不小心跌倒摔倒了 他有血尿 第四個呢 就是我們年紀大了 開始服用 Aspirin 這些抗瘍血劑 那第五個 就是這位婦女 所得到的 可能是泌尿系統的癌症 大概分為這五個 主要的這個項目 是的 我們要觀察 所以權威特別列出了 這四杯尿液的顏色 像這個比較黃一點呢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他可能呢 雖然是正常 可是他的那個水量 或許是低於一千四百 一千五百CC的這個狀況 所以他尿會比較黃一點 但是呢 在檢驗的過程裡面 他還是一個正常的檢驗 那到這一邊來呢 就是很清楚了 可能他一天喝水量呢 不夠 可能只有五百CC 六百CC 所以他產生的 這個尿的顏色呢 會非常的黃 那這個就是不太正常的尿色 我們最擔心的是最左邊 紅色 他已經到紅色了 紅色呢 剛剛講過幾個可能性 我們最擔心的就是癌症 當然結石啦 發炎啦 這些跌倒啦 甚至吃些藥啦 他也會引起這個紅色的 這個尿液 好 我們現場有四杯 瑞玲姐 您的尿液 大概是偏向什麼顏色 我剛才在想說 我比較輕耶 你比較輕 比較沒有什麼顏色 最後就是尿液淨水色 那我又想說 我好像一天有喝超過 2000CC的水 所以剛剛院長說是正常 副作者說正常 我說那還好 對 那王正華大哥 您的顏色特別是偏向什麼顏色 起床的話會比較靠第三杯 這一杯 不是 這一杯 平常的話是 平常大概就是比較接近水 是 我想這個我們晚上睡眠 可能要經過了幾個小時 那幾個小時以後 它的尿當然會濃縮 濃縮以後 它的顏色會比較深一點點 那這一杯 它是很正常的顏色 為什麼正常 它裡面就是輕輕如水 但是過於輕輕如水 也是不對的 因為我們尿裡面 還是要有一些 所謂的排泄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做尿液檢查 基本上這兩種去做尿液檢查 基本上沒有什麼特別大部分 這兩種過關 但如果是這兩種 特別留意 這個顏色 好像是畢竟 趨近於紅色的 這檢查起來一定是一大堆的紅雪球 那這一杯 它可能它的兩個情況 第一個是因為它水分喝的不夠 那還好 那補充水分就好 那另外我們擔心是 有一些血尿 但是它的量不夠足 所以會比較淡一點點的粉紅色 又會跑出來這樣